马太福音第23章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,说 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,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,你们都要谨守遵行,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,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。 他们把男丹的重担捆起来,搁在人的肩上,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。 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,所以将佩戴的金纹做宽了,衣上的坠子做长了。 喜爱沿西上的首座,会堂里的高位,有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,称呼他拉比。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,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,你们都是弟兄。 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,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,就是在天上的父。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,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,就是基督。 你们中间谁为大,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,凡自高地必降为卑,自卑地必升为高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,因为你们正当人前,把天国的门关了。 自己不进去,正要进去的人,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,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,勾引一个人入教。 既入了教,却使他做地狱之子,比你们还加倍。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,你们说,凡指着殿启示的,这算不得什么。 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启示的,他就该谨守。 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呢,什么是大的?是金子呢?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? 你们又说,凡指着殿启示的,这算不得什么。 只是凡指着殿上礼物启示的,他就该谨守。 你们这瞎眼的人呢,什么是大的?是礼物呢?还是叫礼物成圣的谈呢? 所以,人指着谈启示,就是指着谈和谈上一切所有的启示。 人指着殿启示,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启示。 人指着天启示,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启示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塞人有祸了。 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。 那律法上更重的是,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,反倒不行了。 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,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 你们这瞎眼领露的,猛虫你们就律出来,骆驼你们倒吞下去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塞人有祸了。 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,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。 你这瞎眼的法利塞人,先洗净杯盘的里面,好叫外面也干净了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塞人有祸了。 因为你们好像粉式的坟墓,外面好看,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 你们也是如此,在人前,外面显出公义来,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塞人有祸了。 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,修饰一人的墓。 说,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,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。 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。 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! 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,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? 所以,我拆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。 有的你们要杀害,要钉十字架。 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,从这城追逼到那城。 教室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。 从一人亚伯的血起,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,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。 耶路撒冷啊!耶路撒冷啊! 你常杀害先知! 又用石头打死那缝拆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。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。 只是你们不愿意。 看啊!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! 留给你们! 我告诉你们! 从今以后,你们不得再见我! 只等到你们说,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!